第二小节 资本主义危机具体表现了 情况变了 但危机规律仍然存在 这个挺有意思的 这就是在同一页 毛利这边后边讲 在一小段里边 他说现在资本主义危机 经济危机 同马克思时期的危机有所不同 其实大同小异 我得看 他说现在资本主义危机 有了变化 对吧 过去大体上是 七八年 我十年来一次 第二次大战以后 1948年到1959年 十年中美国来了三次 但是紧跟着 六十年代 就是一个非常长期的 相对稳定的经济膨胀的过程 到七十年的 七一年七二年 才有危机爆发 七十年的石油危机等等 所以呢 在六十年代 那个长期的 这个经济的繁荣 相对繁荣吧 导致了美国的经济学家 哎呀 好多 他们就认为 那个谁 那个 Samson是最典型的 就是说 他当然是那个 坎斯主义的 这个 坚定的支撑者 而且他是传播嘛 把他理论化之类的 说实在话 坎斯主义的这个模型 那本书 真正没有数学化的 至今没有一个 所有数学化的 最后都是有问题的 都没有真正能反映 坎斯在三六年 写那边书的真正的观点 有些东西呢 就是拿简单的数学 真难反映 这些观点 因为 因为这些数学模型 都是线性模型 而且他基本上都是一个 从均衡出发的模型 那么你从均衡的模型 出发 你不可能有经济危机的 所以呢 这个 坎斯所面对的 是经济危机出现了 怎么办 那就通过这个赤字啊 通过印钞票啊 通过怎么着 对吧 搞福利 所以呢 Samson这些人呢 到了六十年代呢 就说 哎呀 我们现在 他是通过 一个是政府的财政预算 一个是 美联储的 这个利率的调整 那个到六十年代呢 那个Samson呢 他们就说 我们现在呢 可以通过赤字预算 通过这个调整 美联储的利率啦 我们能很精确的 控制经济增长的速度 他的模型就是那个 英国经济学叫 Philips 这个Philips这个曲线呢 就是一个通货膨胀率 和失业率的关系 就是说失业率越高 那么这个通货膨胀就越小 失业率越低 那通货膨胀就越高 所以他呢 就觉得你可以在这条曲线上 选择任何一点 你就能这个控制经济的 经济次长太快了 那么经济次长快了 失业率低 然后通货膨胀高 所以它变成一种 权衡失业率和通货膨胀 它这么一个经济理论 哎呀 我就发现 西方经济学的宏观经济理论 非常 怎么说呢 浮浅 非常 因为它的出发点 就是说不损害私有制的条件下 那么怎么去通过政府 大政府这个手 去影响经济的增长 经济的发展 是这个思路 所以它不可能 触及 比如说 这个 第一类部门 就是生产资料生产 和消费资料的生产 这个比例的问题 各个行业之间的比例问题 它这些全交给市场了 它不研究这东西 所以毛主席这个政治经济学 批诸里边研究的问题 它全交给市场了 但是呢 垄断企业内部 它确实需要考虑 好多这些问题 那它就变成商学院的东西了 就不是经济学的内容了 所以他们的经济学 非常宏观经济学 非常肤浅 所以呢 到了60年代末 结果经济危机出现了 所以 一连串的 就从70年代 你看 71年 尼克松 把美元和黄金脱钩 然后呢 74年 我可怜的去到美国 正好感到石油危机 失业率大涨 我当时觉得 失望 我那么多失业的人 我怎么找到工作呀 对吧 但是它是个流动 所以总是有一部分人 不断的失业 然后另一部分人 不断又找到工作 它是个动态的 所以在动态过程中呢 你还是能找到工作的 但是就是 找到你想 希望的工作 就不容易 所以今天的失业情况 跟美国那时候 有大量的 这个相似的地方 都是因为 这个生产过程危机 导致的 所以呢 这些经济危机呢 就一步一步 推着资本主义世界 走向战争 你现在 朝远战争 越南战争 它都和经济危机有关系 但是不是直接的 不是直接 因为当时还是一个 地缘政治的考虑 是一个防备 全世界人民 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 所以它有这种 dominal理论 对吧 骨牌相应 它是有这个理论 但是呢 你可以看出来 尤其是 苏联崩溃以后 尤其现在 咱们一再讲 这个俄乌战争 还有这个 以色列的这种 美国支持的战争 都是和它 生产过剩危机 有关系 它有 地缘政治的背后 就是生产过剩危机 我们今天看的是 比较清楚了 好吧 下一页 这里边呢 我就感叹 有一些自称是 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 否认 否认这个 生产过剩危机 是最基本的 这个危机 在西马 政治经济学领域里边 就有两个 这个对立的 经济危机理论 一个是利润挤压论 一个是生产过剩危机 利润挤压论呢 就是说 资本与社会的经济危机 就是因为工人斗争 提高工资 挤压了资产阶级的利润 才导致经济危机的 看起来是非常革命的 用阶级斗争的观点 来解释经济危机 其实是一个非常反动的 因为他把经济危机的责任 归结于工人阶级 太贪婪 你要不那么贪婪 那么工资涨那么快 我们就可以克服经济危机 这就是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呢 所以这种人的观点 和新自由主义的 对经济危机的产生的原因 是完全一样的 只不过是一个认为是好的很 一个认为是糟的很 对吧 是这个差别 今天同样的 今天我们面临着 严重的这个生产过剩危机 这些经济学家们 还是仍然否定 然后呢 到底怎么办 怎么办 你如果这判断错了 你认为是因为工资上涨太快 挤压利润了 那你处方 那就是把工资打下去嘛 所以我们要讲的是正而相反 我们要涨工资 降工时 才能克服这个经济危机 但是你认为是利润挤压导致的 所以你看 这些人口上喊的是革命的口号 说是危机是因为国人斗争 蓬勃发展 把老板的利润挤压得太厉害了 才导致今天的危机的 你看这些人口头上打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旗号 完全是为资产阶级继续压榨工人阶级 找借口 何其毒也 真是 所以你看教科书这一边 这句话呢 你看他一方面说 资本性生产的发展是自发的 这个是不对的 他说生产的增长 受到群众有限的购买力的限制 这就是我们一再说的 就是说产能的增长速度 超过了消费的增长速度 就必然导致 迟早导致生产过剩危机 叫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啊 这从共产党宣言开始就讲这个了 所以这个就不可避免造成生产过剩危机 和失业者增加 所以它是周期性的 周期性的 那么 但是这个会导致 为什么会导致战争呢 你看毛主席呢 还是从这个历史的规律是 只有经过革命战争 才能消灭阶级 只有消灭了阶级 才能永远消灭战争 不进行革命战争 要消灭阶级 毛主席说 我们不相信 因为我们是唯物主义者 唯物主义者 出发点不是顶层设计 不是从应该是什么 理想是什么 这种愿望是什么 而是从历史的过程中 去总结经验和教训 总结出规律性来 所以 你看我一直在说 你看自然科学 有实验史 有实验结果 你的理论呢 必须能再通过实验去证明 那么社会学科 它的实验室在哪里呢 就是历史 所以历史没出现的 历史上 没有证明出来的东西 唯物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者 变成唯物主义者 不会顶层设计去想它 所以我们看到的历史 就是说 没有消灭阶级 要消灭战争武器 是不可能 实际上 从有历史以来 没有不搞实力地位的事情 任何阶级 包括无产阶级 任何国家 都是要搞实力地位的 所以这是一个历史的东西啊 只要阶级存在 国家就存在 国家机器就存在 那么就有 这个阶级斗争 国家之间的斗争 只要是社会主义国家之间 是两码事 真正的社会主义 两码事 然后呢 最近我在B站上 看到了一个对话 非常非常有意思 米尔斯海默 和这个 杰弗里 那个 杰弗里 杰弗里的对谈 非常有意思 米尔斯海默 他说他是一个地缘 政治的专家 那么他非常清楚霸权的逻辑 所以他用他的逻辑 能非常清晰地解释 不光从历史上 就是说美帝国主义 二战以后的所作所为 都解释得非常清楚 就是他要保持他的霸权地位 所以他担心 任何挑战他霸权的行为 那么那个 那个杰弗里呢 一个 所谓的一个顶级的经济学家 这些人呢 拒绝学马克思主义 所以呢 他就不懂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啊 他就否定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哎呀 我就感叹 我真的想 我不敢 到时候挖个坑 自己还得去填他 但是我就想 如果有时间了 真的 应该把这俩的对话 一部分一部分的 分析 分析 就是说这个 Jeffrey Sachs Sax是他的名字 姓 不知道为什么把他叫这样 那么 他呢 就 在他们的这个学说里边 我在美国上 经济学 对吧 一直到博士 你可以看 整个他那套理论 他把政治和经济是分开的 他那些 整个所有的这个经济模型 都是把政治作为一个外来的势力 就从这一点 是荒谬的 他不符合客观世界的 他就不懂得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你想想 这政客选举干什么呀 他就是要影响经济 然后呢 这个 经济的 从竞争到垄断 到霸权 这是资本的最基本的逻辑呀 哎呀 我都不知道这些经济学家 哎呀 他就不懂帝国主义 不是真不懂 但是他们就 哎呀 真是 太片面了 太幼稚了 太无知了 所以他们的 整个经济模型 思路 都是把政治和经济 是割开的 哎呀 真是 我觉得 一种程度上 就是说 这些经济学家 他们被他们那一套理论 给忽悠的 全糊涂了 哈哈哈哈 居然不懂 竞争 必然导致霸权 垄断 垄断必然导致霸权 这是 这是最基本的东西呀 他们老陶醉于他们的理想的完全竞争啊 那种 那种环境下 你看这个杰弗里 杰克斯这个人呢 就杰弗里 这个 是一个 应该说是有名的这个 关于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家 他帮助玻璃维亚 克服了他的这个通过膨胀问题 然后他又是这个 苏联崩溃以后 那个 Yeltsin 雇用他作为顾问 他也曾经给这个 波兰 做过顾问 他就 当时就不懂 他给 玻璃维亚 给这个波兰 做当顾问的时候 美国政府非常支持他 但是跟这个 俄国当顾问的时候 美国政府就不支持他了 三十多年以后 他才弄明白的 就是完全是为了霸权 所以 一个是他 一个是那个 斯蒂格雷兹 斯蒂格雷兹 这俩都在 格伦比亚大学 他们呢 这些 可以算经济学里边的 主流经济学里边的左派吧 当然那个 那个杰弗里 也是当时那个 就是 修课疗法的 但是据他来讲呢 其实修课疗法 是一种 一种美国的说法 但是呢 实际上他的建议 根本就没有被采纳 所以在这里边呢 有好多神话说了 就看了几个 他的这个 讲话 挺有意思 就是这些 所谓左翼一点的 对美国的世界霸权 非常愤怒的 控诉了的 他不懂得帝国主义 他们的经济学理论 真是书呆子 真是书呆子 哎呀 所以呢 他们 不管是他 好多人 这些都是 新诺边讲获得者的人 然后呢 他们自己呢 对美国这种 帝国主义行为 看得见 控诉 谴责 但是呢 他还信他那套理论 哎呀 真是 有的时候真是 也就是说啊 就说你看 你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为什么叫政治经济学 他知道两个是密切连到一起的 他不是简单的 就是经济学 啊 所以他不是简单的政治学 不是简单的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就把 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生产力 整个这一套 全展示起来了 哎呀 所以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威力啊 现在的战争就显示出了这种主流经济学 当然主流经济学还有好多为帝国主义辩护的啊 我是说这些 杰弗利这些人呢 他控诉美帝国主义的啊 斯特格雷斯也控 虽然他是曾经是克林顿的顾问 然后呢 这个还还在世界银行里边 当过首席经济学家 就这些完全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 他们不懂得帝国主义 真是有意思 好吧 ạnцев 呃 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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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